冰马俑被埋在地下2000多年 它是迄今为止全世界唯一保存完整的历史遗迹 我们之所以能看到冰马俑的真容 不得不感谢当初陕西的那几位农民 上个世纪70年代 由于陕西遭遇了干旱 陕西梅村村民都决定打一口井来救救急 当时有位村民就随意在地下刨了几下 就决定就在那里打井 后来他们挖着挖着 就觉得这个地方的土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 下面的土不仅变成了红色的土 还非常硬 一锄头下去还能擦出点火花 这层红土直接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经过他们几天的挖掘 发现这层红土有30厘米厚 红土底下他们挖出了很多陶片 再往下挖就看见了栩栩如生的陶人 直到看到这儿 村民们才认为这个不简单 赶紧上报给了有关部门 等到考古学家到了后 经过一番查看 他们断定这是秦兵 属于西市珍宝 得到这一结论后 考古家们迅速组织队伍开始挖掘 可是奇怪的是 他们在这耗费了半个多月 也说找到其他有价值的东西了 就连永坑的编辑都没找到 当时每天都有很多人去那里围观 谁也不会注意到人群里有谁 人群里有一位白发老汉 每天都会问考古学家找到了没有 考古学家以为他就是个普通看热闹的人 便没多说什么 谁知后来有一天 老汉指着一个地方说了句 依我看 编辑就在这里 考古学家当时只当老人说的是玩笑话 就没有听他的 等他们又耗费好几个月挖掘后 才找到编辑 惊讶地发现 这个地方正是老人当初指的那个地方 当时在场的考古专家们都目瞪口呆了 等他们再想找到老人请教问题时 才发现这位白发老汉 在指完位置后再也没有出现过 考古专家们这次挖掘出来的永坑 最后被定名为秦永一号坑 里面共有6000个左右的将士形象组成了军队